那么我再看看 现在陆续陆续有同学再进来 我们再等一分钟好了 我们就准备准备开始 准备开始了 今天我想很高兴 我们是夏天放暑假的时候 那么放暑假的时候 跟大家来继续我们来读书 那今天呢我们读的 今天呢我们读的这本呢 是一本新书 因为出版社跟我讲说 这个新书啊 新书就是爱尽人心 爱尽人心 那这本书呢 其实也蛮有趣 那就那也有些同学已经读了 读了然后也 也在LINE上跟我一些讨论 那么 其实我倒觉得 因为每一次读书会 都是我讲的比较多 那今天我想办法留一点时间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comment 如果你读过的 你只要告诉我说哪一页 那我们大家可以把那页找出来 我们来讨论 基本上我应该是做 导读的这个角色而已啊 剩下来让各位来多看 那多看呢 那么今天我看这本书呢 这本书本书的作者 是海纳基 Christopher Haneke 和这个 Seth Schumann 海纳基 是 海纳基呢 他是全球安全专家 和顶级骇客 舒曼呢 是布朗大学的知识 跟文化历史博士 那么 就这本书啊 这本书他是一个骇客 他是一个骇客 但是他所标榜的呢 他所 要不 诶 有问题吗 来 别有情说 同学举手 举手来 别有情说 听得见吗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 现在还陆续陆续 同学进来 我们再等一下下好了 你们可以 可以在 在这个 聊天室上留言 我下课的时候 也会看 那么或者你可以 我开放的时候 让大家来发问 都没有问题 所以现在还有很多 同学在进来 我再等一下下 那么最主要 我来跟他在讲 最主要的意思就是 他们是 他是一个骇客 骇客呢 但是他这个骇客呢 他是想说 他是有时候 骇进人心 你要看这书 他是告诉你说 他怎么样去 break in 他怎么样去闯空门 他怎么样去进到 要人家给他一些资料 有些东西 我根本没办法学 我根本没办法学 你学了 你也不能变成骇客 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学 所以我们挑着来看 但是我看的时候呢 我也同意 有些同学 跟我讲的一个看法 同学看了以后 他跟我讲说 原来我们 这么多的东西 都被人家设计过了 他在恍然大悟 就是就算 我不会设计别人 那原来我东西 被别人设计了 被别人设计了 原来他的东西是怎么样 那所以这里面呢 你看了以后 你会防着点 你会晓得 你有些话 可能被别人设计了 那有些都是 我想你也不会这样做 但是有些东西呢 我觉得是可以参考 那么我后面都会跟你讲 所以我现在呢 假如你看到 我的powerpoint完了以后 我当然就会放在群组里面 下面的读书杂记 跟心得分享 跟一样 微软正黑体 是作者的意见 标凯体 是我的意见 和补充 所以你们想 如果 我当然不是完全超书 但是从书上 我跟你讲说 我用微软正黑的呢 其实那都是他的意见 对吧 他的意见 但也就是说 我把他的话改写 那即便改写 那还是他的意见 但是如果是标凯体的话呢 那可能是我的意见 或者说 我做了一个补充 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这本书呢 总共的九章啊 讲的是社交工程 的social engineering social engineering 那social engineering 是什么意思呢 那social engineering 是什么意思呢 他将这个作者 将social engineering定义为 影响他人采取行动 或遵照你的意愿 去思考 我们常常讲 在谈判的时候呢 很重要一点就是 你能不能把你的话 放在人家嘴巴里 让他讲出来 对吧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影响他人采取行动 要采取行动 或遵照你的意愿 去思考 那么或者有的时候 甚至说呢 他包括单纯的操纵 就是操纵 强迫或胁迫 他们完成某式的 暗黑艺术 所以他这本书 做的噱头 他的噱头就是 你读书之前 你要签个拒结书 我学了这些技巧 绝对不许 什么一副为非作歹 什么的 很炫你知道吗 他故意装成这样很炫 但是呢 他基本上 有一点暗黑的味道 在这里 作者说呢 他做的事 就只是影响别人 影响他人 他说神不知鬼不觉的 让他们泄露敏感的资讯 而且几乎避免 在任何情况下 胁迫他们 所以他说 social engineering 包括两个 等于是有包括好的 包括坏的 那他做的是好的 那么他是这个意思 他说影响他人 采取行动 或遵照你的 遵照你的意思 意愿思考 那么或者说呢 另外一个比较坏的 就是单纯的操纵 强迫或威胁他们 达成某式的 一个汉人艺术 那他说他自己做的事呢 就只是影响他人 希望在神不知鬼不觉的 让他们泄露敏感的资讯 但是呢 他几乎避免在任何情况下 胁迫他们 他是这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呢 里面呢 他就教了很多的战术 那么有些我觉得很有趣 我会跟各位分享 那有一些呢 我觉得 守守 有一些我觉得 我不会这样做 因为他没有文化的差异 他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 他有很多很棒的东西 但是呢 我感觉到作者是个 蛮粗的人 是吧 他是个大块头 蛮粗 他没有 没有settle到 没有细致到 做文化的差异 那么 但是作者呢 他这点我同意 作者表示啊 每当我们和某人 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呢 心中马上会浮现 四大基本问题 对方是谁 对方想要什么 这次交流将花多少时间 对方是威胁吗 走吧 就是你看看 我不晓得各位 你们来看看 如果你发现一个 你发现一个陌生人 跟你接触 你脑筋里会不会出现 这几个问题 如果你问我的话 如果一个陌生人 跟我接触 我当然想说 对方是谁 对不对 对方想要什么 那么可能有时候 我会再问这个问题 那么然后我可能 会跳到第四个问题 对方是威胁吗 我可能不会马上想 这是交流将花多少时间 那可是呢 如果他跟我讲话 讲一讲 我这个第三问题 会冒出来 是吧 结果 你看哈 我们在 你看很多人做街坊 对不对 你比如在捷运口 有人说 先生小姐 能不能耽误你 两分钟时间 我告诉你 他耽误的 当然不止两分钟 他怎么会耽误两分钟而已呢 对不对 他当然不会耽误两分钟 他可能 我可能要看电影 我可能要吃饭 我要去哪里 我可能一大堆时间 所以你 我一开始 我不会想第三个问题 我会想对方是谁 对方要什么 对方是威胁吗 刚才跟我聊一聊 我第三个问题冒出来 我跟你耗了多少时间 我真的没有时间 你知道 但是很有趣 当他把这个列出来 这其实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们现代人真的都很忙 我们真的都很忙 所以当别人跟我讲话的时候呢 我们自觉或不自觉的 都会问说 心里都会低估 这要花我多少时间 对不对 所以啊 他后面常常跟 他后面就会告诉你说 你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一定要讲说你也很忙 所以我只会耽误一点点时间 我也正要走 我正要离开这里 在离开这里 我顺便问一个问题 你看如果说我在 那party啊 那你今天要离 你走过来嘛 对不对 你走过来 你跟我讲说 你 你正要走 所以他说 你正要走 我正要走 我正要走 但是在我走之前 我想问一个什么问题 那我就想 你正要走嘛 你正要走 那你一定不会耗掉我太多时间 比较没有威胁感 但是我可以问 比较 比较 比较没有威胁感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作者讲出来一个重点 第三个问题 也许不是按照他的顺序 这样的冒进来 但是呢 现代人会提这个问题 现代人脑筋会想的问题 这是这是第一个 我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然后接着呢 所以作者表示呢 他在他在买的时候 有时候会会讲个小笑话 证明自己没有敌意 搞定对方心里的第四个问题 这点是对的 知道吧 有的时候他会 所以所以有的时候 你在谈判的时候呢 或你跟别人接触的时候 你讲个笑话 是吧 你讲个笑话 你讲话不是我们讲冷笑话 不是耍宝 不是什么 就你心里要晓得 我们讲笑话的时候 其实是帮他搞定 作者列出来的第四个问题 跟他讲说 我没有敌意 我没有敌意 你知道吧 然后我们在语言上的跟你讲说 你赶时间 我也很赶时间 所以我不会耽误你的时间 那相对就简单了 所以这就化解他的障碍 所以我觉得这里有趣 这点我可以接受 我觉得他这个字面讲挺好 那接着呢 他以不做作的方式表达对对方的赞美 这就是好感原则 The liking principle Liking principle 但是我们的作者在二期也讲到这一点 他是讲说呢 他太太啊 就航空公司check in的时候 他就赞美那航空公司的那个 那个柜台的check in的柜台的小姐 啊 说你一逢一个品位啊 什么的 哇 就人家很开心嘛 很开心 所以这个呢 呃 就印证了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啊 我在上课时候也常讲 我们常讲会闲货才是会买货的 可是 Don't overdo it 不要过度 会闲货才是会买货的 没错 可是如果闲得过头 你看看那个店员卖不卖给你 对不对 我们不是常有这种经验吗 尤其女生更有经验 你如果跟着作者的太太一样 你跟店员也哈拉 对不对 哈拉得很开心 我们以前常讲一句话说 我常问很多同学 你们喜欢跟老板谈判 还喜欢跟老板娘谈判 然后说当然跟老板 老板比较啊 比较这个阿斯拉利 老板娘有时候比较难搞啊 比较会精英计较 但是反过来 有的时候呢 女生啊 搞定女生也很容易 你赞美她什么 她很开心 那所以我们常常就 等等女生跟我讲 这种经验 她在 她去买衣服 她不是闲货 她反而是跟那个店员 搞得哈拉很开心 那于是那个店员呢 她就会告诉你说 哎呀 我们跟哪个信用卡合作 今天礼拜几 刷哪一张卡 她会打折 等等 如果你闲货闲得过头了 她才懒得理你呢 对不对 她懒得理你 你多四川几个 她就已经不耐烦了 她怎么会理你 你要跟她哈拉几句 多干聊天 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 也就是不是作者发明的 心理学家讲过 但是作者用的很好 就是liking principle 就我喜欢她 那在谈判上推到极致就是 你如果喜欢这个人 他讲的什么话 我们听起来就格外的悦耳 懂吗 就如果你喜欢这个人 我们对她有好感 她讲的话 我们就格外的悦耳 如果不喜欢这个人 他讲了什么话 我都懒得听 我们中国人说 物以人非言 我们一天到晚 都以人非言 喜欢 OK 好谈 不喜欢 门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liking principle 这就对应的 会 我们就对应的 我们常讲 会闲货 才是会买货的 但不要闲过头 所以作者 作者他一开始就讲 他跟他太太 怎么样去接航公司 checking 然后怎么样 一家三口都获得了升等 对不对 他首先他先讲笑话 然后化解人的四个问题 里面的第四个 然后他再讲一点 太太赞美人家 不做作 也不矫情 但是整个看起来很真诚自然 就很喜欢他 进去 这个步骤是可以学的 有没有这样好感 换得对方的回报 他说他当然也没有打算 真的要升等 但是获得一个回报 也有意思 那么他又讲出来 联邦第二局前任行为专家 罗宾德瑞克 德瑞克的一句话叫 打造融洽关系的八个专业级诀窍 他列出来 这个Robin这个人呢 他打造融洽关系的八个专业级诀窍 那第一个呢 确定人为的时间限制 第一个就是说 他说你看你好 请问我方便耽误你两分钟吗 我在刚来这里 打算找一家 打出好吃的小店 打好吃的小店 就是我耽误你两分钟吗 两分钟人为的限制 第二调整你说话的速度 好这个呢 这个就有意思 调整你说话的速度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作者讲这句话是说 在美国 他在他在不同的 他在不同的就城市啊 乡村啊 那讲话速度是不一样 你是城里人对不对 城里人相对来讲 讲话比较快 比较快 所以城里人到乡下 你要调整你讲话的速度 好调整讲话的速度 所以这个我们在台湾 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 呃城乡讲话速度的差别 但是我还是提醒各位 可以调整一下 第三呼求同行星 呃或协助 他说社交工程师 最强力的说话术呢 就是简单的 你可以帮我一下吗 啊你可以帮我一下吗 就是你看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 有的人他真的喜欢帮忙 你可以帮我一下吗 没有问题啊 啊那怎么什么事 对不对 啊那或者他真的很忙 他也不会跟你讲 我不想帮你 知道吗 你能帮我一下吗 他也许不耐烦 他也许皱一下眉头 啊也许撇撇嘴 装都没看到 可他还是帮你 对不对 他说 所以他说枪我力 说的时候就是 呼求同行星会协助 第四个 藏起你的自我 隐藏你力求正确 或者掌控的需求 不要试图改变他人的心意 而且让他们不受威胁的 以自己想要或者需要的眼光 看待的世界 然后呢 就是说你你你啊 不要一天都管 dominate嘛 对吧 你你你隐藏你力求正确 掌控的需求 不要试图改变对方的心意 啊 让他们不受威胁的 以自己的角度来看 啊 以自己的角度来看 然后第四呢 验证你感兴趣的对象 感兴趣 那么验证啊 验证你 这是这是我刚看了 跑掉了啊 那么 所以第四个呢 你说 然后验证你感兴趣的对象 主动的倾听他人说话 证实对方的想法跟意见 比回忆赞美 啊 主动倾听他这样 验证你 他的感兴趣的对象 他这个 当然我没有找到 我没有看原文了啊 他感兴趣的对象 就是你的target嘛 他整篇就是说 你的目标嘛 啊 你的目标 你目标 那你主动验证 你就说你 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 那你透过讲话 你去confirm 他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你为了确认 他就是你讲那样的人呢 所以你就可能 要倾听他的说话 证实对方的想法 意见比较回报 第六呢 与回报连结 他讲说我们先提供他一点情资 交换对方 也有点情报 回报 这个哈 你今天跟别人讲说八个专业级的融洽关系 对不对 我不晓得各位 你去看 我印象看当年二十年前 你看铁达尼号的时候 铁达尼号里面有一个太太 她说她的讲一句话 我非常有意思 她说 她说她要到甲板上去 update 她的gossip 你知道吗 I have to update my gossip 就是你那些八卦 你必须要与时俱进 你要update your gossip 那你的gossip 怎么样update呢 怎么样update呢 换 走吧 大秦研一也讲了一点 大秦研一在情报力里面 这个哈里面也讲了一点 我们常讲说情报 对不对 那每一个人 就有些人他有一点情报 他有一点information 他hold在手里当个宝 你知道吗 可是你要晓得 情报之所以能够有用 要update 你要换 你的东西 如果不跟人家交换 永远hold在你的肚子里 也不敢讲出来 也不update 也不交换 他就烂了 死了 老了 所以情报要活的 他要交换 所以在这里 有回报连结呢 那作者当然讲了 很多的回报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我帮你什么了 我提供什么information了 你回报一点什么东西 第七呢 有失才有得 一样的 你看那是我真的帮他 他回报我 前面是讲情报 那这个有失才有得呢 这叫互惠的利他主义 做着把利他主义 第八 管理自己的期望 是最后一个行动 或者发言 不要太快讲 你可能有很高的期待 然后你讲很多 讲很多 结果你没有根本时间听 对不对 所以你大概管理一下 克制一下 你是要尽量想让自己 是最后一个行动的 或最后一个发言 我觉得这八个啊 很有趣 因为他是FBI的前任行为专家 这个罗宾德瑞克 他所提出来的 打造融洽关系的 八个专业级诀窍 只要各位找到这个书的话呢 因为这新书很容易买了 你找到这书的 你把这八个你再去看看你自己啊 比如说管理自己的期望 你不要你不要期望很高嘛 然后期望很高 你就很嗨嘛 然后你就一开始就赶快就提出来 你赶快提出来呢 那坐着就说 那你提出来可能也让你变成大家攻击的对象 对不对 所以我们我们是最后一个行动 或者最后一个发言 最后一个行动发言 心理学家呢 尼尔迪尼提出了一点 他说七大改变人生的影响力原则 那这个呢 其实这个心理学家不止一个训练提出来 他们所提出来的重点就是 我们怎么被人家影响的 我怎么被人家影响的 被影响他提出来了几个原则 第一个呢叫做互惠 第二个让步 就是第一个互惠 互惠互惠啊 是心理学家常常就讲出来一点 就是我们讲的互惠是这样的 我让给你对不对 那我让给你的时候呢 那我要让你觉得你欠我一份情吗 那你要还我吗 这个叫互惠 对不对 就是我让我让你觉得欠我一份情 互惠 然后让步 我让步谈判的过程里面呢 常讲说交换让步 我让给你 你还给我 交换让步 然后第三呢 你总要让他觉得有稀缺性 稀缺性 很多人在抢 他就会这个东西忽然变得就非常的珍贵 稀有 因为好多人在抢 对不对 你可不可以创造出来一个好多人在抢的稀缺性的这样感觉 第四个一致性 我们人都有这种这种倾向 我们希望我们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所以每一个谈判者 不管是今天我们读这本书 还是以前宾州大学的这个这个费蒙教授呢 也都是这样讲 其实他们都是讲说有的时候我们跟别人谈判的时候呢 我们先拿我们拿他过去讲的话来challenge他 你看你以前讲的你以前选举的时候 你在你上面 当然了 现在对对有些政党是没有用的 他就要回答你时空环境不同就死掉了 对不对 可是不讲政党 我们讲个人 个人因为我们人呢 心理学家发现我们人有几个欲求 那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我我总希望我表现出来始终如一嘛 所以我有一致性 你就拿我过去讲的话来challenge我嘛 怎么那就好像好像互惠 互惠是讲人啊 我们常人常常这样子 我欠你一份情 对不对 所以我总要想办法还你嘛 对不对 那我可能会受到你的影响 互惠嘛 有来有往嘛 所以谈判的时候都是设法是有来有往 其实是这样嘛 互惠啊 让步稀缺性 一致性 这里再附带谈一下 如果各位记得的话 以前我们也讲过一件事 我们说在谈判的时候呢 建立关系时候 我们总希望你欠我我欠你啊 对吧 那互惠嘛 就是我帮你你帮我嘛 我帮你你帮我 但是这个互惠的互惠 我帮你你帮我 或者谁欠谁一份情 到底让谁欠 美国开国的先贤富兰克林就讲 我既要建立跟你建立关系 我们俩互相欠 是我欠你还是你欠我 富兰克林讲 让我们欠人家会好一点 嗯 这跟我们习惯的不一样 对不对 富兰克林意思就是说 我欠人家嘛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人家欠我 人家会跑着给我追 他闪的远远的 因为他欠我 他很罪恶感 我欠他 他就不会跑了嘛 因为他是债主嘛 他怎么会跑 他就会跟我连在一起 因为我欠他嘛 所以我欠他 他不会跑 他欠我 他会跑 所以富兰克林才反过来讲说 谁欠谁呢 偶尔让我欠他一点点 那他跟我在一起就自在了 就没有压力了 变成我要黏着他 我要还他 是谁欠谁 但是其实这里面就回过来 这个互惠原则也是人性 心理上的一个压力 一个倾向 一致性也是 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是一个好人 人家给我什么东西 我会回报的 或者我也希望 我做什么事情 是前后一致的 你知道吧 然后呢 社会认同 social approval 就是 这就是我们讲的 社会认同 大家都用这个 所以你晓得 在一般来讲 在谈判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讲说 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 其实说穿了 就是两个字 就叫做从众 无从众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 那就是这样吧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 我们从众 大家都这样 对吧 大家都这样 所以我们在谈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来看 那么然后呢 社会认同 完了以后 我们再看 或者权威 我们有时候 真的是权威 我们相信一个权威 对不对 我相信权威 可能诺贝尔奖得主 或者这方面权威 其实各位 你再晓得 你到医院 你就看到 很多人跟我讲 白袍一上升 权威就出现了 对不对 但是白袍 你还可以发现 短的长的了 短的你那种 那种住院医师 什么的 不行 长袍是组织 那当然你晓得 白袍 不管你是谁 白袍一上升 权威就出来了 然后呢 表达写 我喜欢你刚刚讲 Liking Principle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是一般来讲 有学者是指出六个 那这个学者呢 那么权威尔迪 是列了七个 其实大部分都会重叠 都差不多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被影响 我为什么会被影响 那他为什么会被影响 那我要讲话是说 我怎么影响他 我要建立人脉 我互惠 对不对 互惠 我也常讲 你比如上过我的课 我常讲 比如在办公室里面 我们投个票 投票呢 这个案子对我们单位来讲 可赞成可不赞成 对我来讲无所谓了 赞成不赞成 无所谓了 那可是你们单位想要 懂吗 你们单位想要 那于是我就可能 好吧 那我就投赞成吧 我投赞成时候呢 我看一下你 我要给你点头笑一下 笑一下 然后我就投票 那你就晓得 我在投赞成的吧 对不对 那整个案子通过了以后呢 那你下课可能会 开完会你会跑来感谢我 对不对 大哥 谢谢你支持我们 对不对 那我一定跟你讲 互相互相啦 以后我们也需要你支持啦 这什么意思 就是告诉人家 you owe me a favor 你欠我一份情 下次要还哦 互惠嘛 对不对 或者我们讲 让步 稀缺 一致 社会认同 权威 表达喜爱 我们都是受着七个人的影响 知道吧 我们受七个人的影响 那么这是第四章 他讲的这些东西 这张讲 互惠 让步 稀缺 一致 社会认同 权威 表达喜爱 也就是说 各位你们去看到 我们很多心理学家讲 那个 那当然你说 在不同文化里面 又有一点差别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权威 那在我们这样的 民主化的国家里面 我们讲的权威 可能是 业界的权威 这一方面的权威 那可是在专制独裁的国家里面 他的权威 就是政治权威 官大 学问大 对不对 市长讲的 书记讲的 或谁讲的 那长官讲的 一定都对 不然他怎么会当长官 所以他是那个权威 以前我在大陆上 二十年前 不止 三十年前 那时候在大陆 开孙子兵法会议的时候 孙子兵法会议的时候 当时他们就用电脑预算 邓小平提过孙子兵法 提过几次 刘伯承 他提过几次 他什么地方提 就把哪个政治人物 哪个元帅 提过孙子兵法的 把他输入电脑 建立一个资料库 我告诉你 我们常讲的 这干我什么关系 这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他们想要 他们喜欢 你知道吗 他们喜欢 所以这是不同 这是权威 让步 这样再看 那么当然后面还有东西 更有趣的 我再讲一听 作者讲呢 他讲的心理学 这个原则很有趣 他说 人们有一种天性 喜欢纠正 看似不正确的论述 人们有一种天性 喜欢纠正 看似不正确的论述 什么叫看似的 就是我觉得不正确 所以我就会纠正 我免不了会纠正 所以他就说呢 他就说 他有一个学员 选在别人出午餐的时间 去攀谈 很无聊的困天 还有人家讲 你好 你正在吃草莓 那应代表你的生日在二月 误不了 误不了 作者说 吃草莓跟生日落在二月 毫无关联 但对方无论如何 都可以纠正他 不是 是七月 他说 是吗 那七月四号 不是 是二十一号 然后说很酷 然后就大步离开 这是一百八十三日 八十四夜 我跟你讲 我这特别把这个对白 写出来 我觉得 这里面的故事好多啊 你知道吗 他们是赌 他们就是 首先老师给的作业 其实也是蛮无聊的 就是我觉得很无聊 就是你去找一个陌生人 去问出他的生日 他们上课就这样 所以他的学员就跑 就问他的生日 就想说你要什么话 让对方会回答呢 这就是social engineering 你去问出他的一个生日 所以他就讲说 作者就说呢 他有一个学员 专门学在别人吃午餐的时候 去给他 去攀谈 他跟对方说 你好 你正在吃草莓 那你代表你的生日 在二月 这是一个非常无厘头的一个题目 但是就符合作者所讲的 人们有一种天性 喜欢纠正 看似不正确的论述 对不对 所以你刚才讲说 一定是 一定是这七月 对不对 一定是二月 不 这是七月 好 对方纠正你 然后他又在那边讲说 七月四号 不 二十一号 然后他说 很酷耶 就大步离开了 你不就问这个问题很无聊吗 好 那这个故事里面看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这会儿看什么东西 我说 这下面是我的一个评论 我说这般堕白 对白很有趣 我同意 人是有纠正别人的倾向 这是对 我们人很喜欢纠正 你这样不对 你知道吗 我们以前教说 引蛇出洞的讲话 人是这么讲话 就是今天我是长官吗 我给你讲话吗 那我给你讲话 那你都不讲吗 对不对 好 我说老王 你不讲 我讲 好不好 就是我如果 我等一下讲的什么不对 你随时纠正我 就你勾一种感觉 好像你是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呢 然后对方说 没有 我不是这意思 那不意思 你什么意思吗 我把你引出来 对吧 那这个故事从这里套 我一个讲一听 我首先讲说 你给我一种感觉 好像你是什么什么 那就是告诉你 我们就外国人讲话 常是这样子 他很少讲的那么斩钉截铁 It is 他们最常讲的就是 It seems 就你得有一种感觉 好像你是什么 那中间的差异是什么呢 Things不是意思 Things不是意思 所以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 对我也没有把话说死了 对方比较会站出来 Defend到自己 对不对 你记不过 我原来上课是这样讲的 那现在他在把 就把作者的这个心理学上的东西 再加进来 以前我上课讲的是 Things 你给我感觉 但是作者从心理学上的教材说 因为你讲的话 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所以他跳出来 Defend他自己 就很容易 非常普遍的现象 他站出来 Defend他自己 那这里面更讲的是 到纠正别人才不准 他就Defend为自己辩护 为自己辩护 对不对 好 这是对的 好 所以基本上 你想你是吃草莓 应该是2月 不不不 7月 对不对 就是说作者认为 人有这种纠正别人的倾向 这是对的 我同意 然后他那么 有的时候你替自己辩护 可是你再看一下 这个对白 我觉得作者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没有注意到文化的差异 你在吃草莓 有个路人家跑过来问你 乱入 你还吃草莓 你的生日一定是2月 我不晓得你了 要是我根本不会理这问题 神经病嘛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我没认识你 那我干嘛回应你 对不对 也许我就搬着别的桌子 吃草莓了 神经病 吃草莓 我在跟我朋友聊天 吃吃一半 那忽然有个人就乱入 跑来问我说 你生日一定是几号 靠我生日几遍干你什么事啊 不是吗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干你什么事啊 所以这段 所以我觉得对白很有趣 我说可是呢 你记不记得 作者也讲到 碰到陌生人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可能 他就是四个原因嘛 碰到陌生人 我们第一个想到 这可能花多少时间 然后他是谁 他对我们的敌意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把这两个对照来看 在一开始 作者讲到 碰到人 我们会问四个问题 对不对 我也是啊 我碰到人 我就会问 我经历就会想说 他干嘛问我这问题 我不认识 东西有没有炸 我才不会回答你 你问我姓什么了 对不对 可是呢 要是我在吃草莓 碰到有人屋里头乱入 对不对 我第一个反应 他想干嘛 我几月生日干他什么事 所以作者教这一招 我告诉你 你在台湾社会 你们去试试看 当然有人会回答你 但我告诉你 太多人不会回答你 我就不会回答你 因为我觉得 什么玩意嘛 对不对 我不是给他正确答案 我觉得神经病 我就搬位置坐 如果是认识的人 可能我就会说 对不对 我不想各位 也许等一下你可以comment 如果是认识的人 我就说 比如我们几个同学 我们在吃草莓 然后你说草莓 你是二月 我就胡说八道 我就不是二月 我是七月 对不对 那不认识的 我不会讲 我当然不会讲 我怎么会讲 我有这种习惯 到处跟人家讲隐私吗 没有啊 对不对 那么还有 还有这假如 不是关于我个人的资讯 而是对另外一个人 或另外一件事的评价 我不同意 那我会不会跳出来表达意见 我们把这问再讲一遍 这就是各位 你们也想想看吧 我刚跟你讲 如果作者所讲的一些人 他问我说 你吃草莓 你是几月 我告诉你 我说我不会回答 你在学social engineering也没用 我不会回答 可是如果说 他今天问的是一些别的事情 他谈那个政策 我觉得你完全搞错 你讹传讹 我忍不住我出来辩护 也不跟政务没关系 我忍不出来指责你 你的事情理解 不是这样 对不对 好 那这样子会不会表达意见 那么过去研究 我认为 这跟年龄有关 跟性比有关 跟议题大小 未必有关 所以我 我跟你讲 一天到晚 在网络上留言的 年轻的吧 老人家有的毛病吗 我们不要含蓄 起码我不会 有人是老是在各网站里面 搜啊 搜啊 不同意见 就跳下去 fight 然后继续搜 好像海巡网一样 对不对 那跟 就巡逻嘛 所以可能跟年龄有关 人家跟性别有关 那么有些 有些美国学者研究呢 女生啊 比较在乎公平不公平 所以女生如果受到 比较不公平的待遇 她就很气 她就会defend到自己 男生有时候也就算了 所以可能跟性别有关 跟议题大小未必有关 你觉得大小会影响 他要不要出来 纠正你的意见了 那没有关系 那是个性 但是呢 我发现 现在我发现 跟线上还是线下也有关 线上大家比较敢言 线下比较保守 你发现 也就是说哈 作者这样 我再重复一遍哈 作者讲出来一个原则 就是说我们人上听到跟意见不一样的 我们有那种tendency 有那种倾向 我可能出来反驳啊 什么东西 包括小的 可能包括你说我的生日 你猜错了 大的可能是谈个球队啊 谈个政策了 你搞错 所以我会出来 所以我会出来 但是我觉得光是这一点 我基本上同意 我们会出来 可是后面还有很多的 很多的衍生的东西 那跟年龄有没有关系 性别有没有关系 议题有没有关系 online offline 有关系 今天我们在网上 很多人在留言 可是今天不在网上 在现场开会 那他举手 就不见得有那么多人举手 对不对 所以他就想算了 这东西没什么关系 我要defend我自己 所以有没有现场现场的关系 无论是哪一种 我们的反应是被对方看 那看似不正确的言论引出来的 这点是对的 就是作者讲的 心理学家讲的那种 看似不正确的言论 就是我觉得他不正确 可能他正确 结果是我错 所以作者才说 看似不正确的言论 things 不正确的言论 然后我出来defend 被引出来一些话 这是对的 这里又引出一个题目 前面讲过 如果我跟他不熟 我不会跟他说我的生日 反过来 如果跟他说了我的生日 是不是表示我很熟 我跟你不熟 我不会讲生日 那我跟你讲的生日 是不是表示我们俩很熟呢 可以这样推吗 这其实有文化差异 这个就是作者这本书 没有注意到的面相 有文化差异 研究跨文化的谈判学者指出呢 美国人跟人家熟得很快 但都焦不深 所以美国人跑来问你 所以你看嘛 你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跟他互动一些表现来看 以为很熟了 其实人家一点 没有跟你深交 所以作者给的那个例子 问到生日之后 就大步离开 作者讲出来 可能很自然 我们亚洲人 看起来是不是怪怪的 你跑来问我生日 好像跟我很熟 对不对 或者想跟我来往 对不对 那你问了我生日以后呢 你就大步离开 那就表示 你根本不想跟我来往 他不想跟我来往 你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来问我生日 那问生日 等不等于很熟 欧洲人就不一样 欧洲人不容易 对外人敞开心扉 但是一旦敞开心扉 就容易深交 这是我们做 跨文化的谈判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 特别留意的 所以这里面 也特别特别强调一点 美国人 美国人跟人家 交不深 你知道吗 美国人交不深 那以前我们不是有一次 我们去年不读了一次 跨文化谈判的书吗 还记得吗 文化地图吗 那你看到上面就有谈到 美国人呢 有些有些 像包括连俄国人 有时候都在抱怨 当然那是 恶乌战争之前了 俄国人在抱怨 俄国人说他 他坐飞机 跟美国人 比如到LA 在飞机上一路上聊天 然后说 你们都住在附近 然后我们可以相约到海边去玩 我们的family可以相约拿来吃饭 什么聊得非常愉快 对不对 然后到了 到了LA 飞机要落地的时候 搭起来拿行李的时候呢 那俄国人就以为 美国人起码会跟他 要个电话吧 要个email吧 换个名片总要吧 没有啊 美国人这样拿出来 说完以后 就很微笑的跟俄国人说 谢谢 跟你聊天 真的很愉快 然后就走了 他根本就没打算跟你做朋友 可是刚刚讲的好像很熟 这就是跨文化的学者讲出来说 美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 喜欢跟你装熟 你以为很熟 其实你们俩不熟 懂吗 其实你们俩不熟 那同样的 他问你今天是生日 你以为讲了生日 就我们来讲 不熟的人我根本不会讲 那讲我讲生日 我们很熟 就他问完生日以后 大步离开 不是好像吗 其实这里面也附带他 三种人 有三种团体的 关系的模型 其实这是 这是过去 我在上课 跨文化谈判讲过 我是特别抽出来 做个熟不熟的一个 熟不熟的一个比喻 你看 那么欧洲人发现 美国人是这样子 你可以看见这种情况 美国人 美国人 北美人是这样 就很容易进去 就是欧洲人最抱怨的 很容易跟你装熟 其实不熟 那么欧洲和南美是这种 他不容易进去 一旦进去了 就可以很容易跟你 做真正的好朋友 那亚洲人呢 他们研究是这样 我们好像很容易进 但是我们进一下 就挡住了 我们也不会轻易 让人家变得 我们很好的朋友 但是一旦进去 我们就很容易 进到核心 美国人 一些学者就研究 以桃子和椰子 来区分两种 人系关系的模式 他说呢 北美呢 是桃子 外面很软 但是心很硬 那这个呢 是椰子 欧洲和南美是椰子 椰子呢 就是咳很硬 但是容易进去 一旦进去以后 就容易做好朋友 跟美国人交不深 所以你脑筋 如果知道这点 美国人跟你交不深 你再回来看 刚刚的例子 我重复一遍 刚刚例子告诉你说 我们人很喜欢 纠正别人的错误 我同意 然后他说 他的学生 怎么套来 人家的电话 生日呢 就是他故意讲错 人家去纠正他 那这点 我同意原则 但是我觉得内容没把握 为什么 还在玩笑 文化差异吗 我不是讲吗 我不会告诉你的 好 那作者也提到一个range 我说这个range 这点我同意 这个我同意 可以接受 他说呢 他乱去买车 他说跟着dealer讲 如果我打算买这辆车 而且我要折扣 我的买价可以比标价低5000到1万吗 那对方可能讲说最多可以少算4500 没有办法跌到5000最多4500 那可能比你想的都好 那如果你说我的买价必须比标价低4000 常常不会成功 你直接讲 我要便宜4000 可能不会成功 可是美国人他设计是说 我能不能够便宜5000到1万 你知道吗 这种我没用过 我没用过 这杀架 我杀架三个range 我没用过 但是老美说真的有意思 好 那作者也表示呢 装出一副怀疑的样子 也可以让对方说出心里的话 这点也同意 他说如果 但是但是但是有一点修正 是吧 他说如果你正在和某人聊天 对方说他在写小说 你可以说 哇你在写书啊 真的吗 这时候对方的画家就会打开 他就哇啦哇啦就会就会讲出来 而且扯到你可能会有兴趣的私人生活的部分 他会扯很多 好作者是这样讲啊 就我基本上我同意这个原则 对吧 我同意这个原则 但是我觉得哈 作者给的例句不像是怀疑 反倒像钦佩 你知道 哇在写书啊 你认为这是怀疑吗 我告诉你 我那这不是 我觉得不是怀疑 这是钦佩 他说哇好棒啊 那你看我这很嗨嘛 他写得很棒嘛 你知道吧 所以这里面有个差别 我们经常也会发现 当对方告诉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 当对方告诉我 他在写书的时候 其实就等着我继续问下去 不然他跟我讲干嘛 他就是想讲嘛 他就是抛个引子 我想写书 我正在写书 所以不管我是钦佩或者怀疑 我讲了以后他都会说 只要回应他一下 他画夹子都会打开 其实跟你有没有学过 social engineering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social engineering 可以帮助你去找对方这句话 就对方这句话说 哎呀我们可以去 我写书就这句话有用 你知道吗 这句话 所以你晓得 他说只要回应他一下 其实他都会讲 他都会讲出来 但是怀疑会让对方说出信的话 这个理论还是正确的 还是对的 这我必须承认 好我要讲 那还有呢 他说与自己感兴趣的对象 就是我target 讲白天就是我对方嘛 我的目标嘛 打交道的时候 得实时警惕四大要点 节奏速度音量雨调 节奏如果忽然不对了 或者我们两个速度不能够match 我讲话越来越大声 然后我的tom好像越来越神气啊什么 这都表现有问题 四大要素在发生变化时 就是暗示你恐怕已经无法和你感性对象连接 而且对方的不信任感一发强烈 这是我要抓住的这个人 但是我们的想法好像不太能够连接了 比如说节奏他开始讲比较快 或者他讲比较慢 音量他很凶 雨调多不屑 对不对 节奏速度音量雨调 然后就表示我们的关系可能有变化 可能有变化 变化呢 作者还指出一个易感性原则 好 我再讲一下 这sustability sustability 易感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容易受感动的 容易受影响的 那这点就是要提一下 他说呢 犯罪分子利用手段诱发压力 焦虑或者不适感 这样一来 受害者就会做出违反自身最大利益的决定 就是我今天如果想叫你做决定 我用各种手办 让你感到焦虑啊 不适啊 不安全啊 然后你委托我做 那于是你就错了 对不对 作者列出易感性的四大途径 第一个环境控制 作者举出赌场的环境设置 让赌客自愿掏钱出了一则 就很有意思 你可以去看 啊我的我的这拉斯维加斯 我故意的把这些动线是怎么设计 我怎么样让你掏钱 我怎么样让你打牌打的不累啊 或怎么样 都不是兴奋剂啊什么的 他总是有一点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控制环境啊 在赌场设置啊什么这个可以看啊环境控制 胡锦二呢强制重新评估好 这我再帮各位找到一点东西 就作者讲得很简单 所以我帮各位做一个 呃 讲得很简单 那我帮你做一个更深入补充 就叫煤气灯效应 gaslighting gaslighting 煤气灯效应 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gaslight 他是讲 他电影煤气灯下 这个从我网路上帮你找的 那我也找到一些心理学家所做的讲法 我觉得 呃 很好 因为作者这段讲的简单啊 煤气灯效应是这样的 他讲述一个原本美丽啊 自信且能够独立思考的女主角 在丈夫缜密的心理操控下 变得怀疑现实 他开始怀疑现实 质疑自己 最后精神上几乎被对方控制的不舍 男主角呢 则借此来掩饰的罪行 并谋夺妻子的财产 就他把那个灯啊 每次就调了亮暗一点 亮暗一点 他太太就说 哎呀 是不是灯有亮暗一点 他说没有啊 灯很正常啊 事情自己有问题啊 就是这样子 知道吧 因为各种情境让人家觉得 他有自己好像我有问题 我老人痴呆了 我恍惚了 我什么 然后你对自己开始重新评估 哎呀 我很多事情跟我想的不一样 重新评估就可能做出很多错误的决策 所以基本是这个概念 好 煤气灯一词的电影是电影 电影里面的男主角呢 故意将家中的煤气灯 调的忽明忽暗 当女主角对灯光异常变化 表达疑惑时候呢 这男生就否认说 没有啊 没有啊 是你的幻觉 然后久而久之 他对现实的认知 疑神疑鬼 开始自我怀疑 那心理学家呢 林仁廷 智商师呢 列举了每一张三个阶段啊 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 我觉得这 这很有意思 可以给各位看 第一个 否定受害者的认知能力 就是我们刚才讲 你太敏感啊 对方没有恶意啊 是你看错了 你常常都会记错啊 等等啊 这是否定 第二给予长期虚假的讯息 既然受害者不能相信自己 生活当然四处皆是恐惧 此时身边亲密关系的操纵者 那么自然提供了希望与依靠 但是呢 却是单方面长期的虚假讯息 比如说外面人不可信啊 只要相信我啊 让受害者信任操作者的 扭曲的价值 然后呢 卡在分强弱关系 如果一段关系里面 双方的社会地位跟权力有落差 受害者处于弱势或者无知 就容易被压迫 成为被操纵的对象 分强弱的关系 可如经济学历有落差啦 靠对方才能生活啦 婆媳啊等等等等 那么在这里面呢 结果我都跑掉了啊 等一下 所以在这里面呢 这里讲让对方感觉在剥夺 另外还有第三呢 就是高涨的无力感 作者里面讲到说 让对方感觉到被剥夺了选择权 让他感到痛苦跟无力 让他感到痛苦跟无力 第四呢 惩罚 惩罚呢 作者举了几个例子 让这四个途径 一下鲜活起来 他比如说雇主宣布 未来即将裁员 公司的奢侈品与差率飞 一下子缩减 这叫环境控制 员工开始 员工开始怀疑自己 并且加倍努力工作 他怕被犯掉嘛 所以强制重新评估 对自己的职业产生 与日俱增的无力感 就高涨的无力感 还有可能面临失业 这叫惩罚 这时候你要有清楚的核心信念 并且改善自己和他人的互动 就是说你就是这时候 你开始恍惚的时候 你很容易受到影响 很容易受到影响 你知道吧 所以作者讲的 我刚才我刚才补充点 像煤气灯效应什么 这种很容易受到影响 这时候你要有清醒的核心的一个信念 并且改善自己和他人的互动 清醒的核心信念 改善自己跟他人的互动 或者互动 然后在这里面呢 其实我就讲说 在林仁廷他介绍的 因应煤气灯效应的方法 就类似 信息上师介绍的因应 第一个方法自我肯定 第二学习心知 第三建立人际关系等等 那这本书呢 这本书我错了一次 这本书后面讲的肢体语言 这和这本书后面讲 都可以相互呼应 你知道吗 所以也就是说 他后面就讲了肢体语言 什么 其实我就没有帮各位整理了 不帮你受杂技了 他就相互呼应 就是说 因为你要建立关系 对吧 因为我今天感到很受到影响 对不对 所以我一定要有更加的 自身的学习的能力 我要建立成一个 支持我自己的网络 我要有更多的一些朋友 那更多朋友 所以我要注意各种的肢体语言 然后怎么做的social engineering 那么怎么跟对方建立关系 大概这个书就是这样 对吧 他的书基本上就是 你不必学他说 你去问人家跟陌生人讲话 套出他的资讯 有时候甚至他讲说 你跟陌生人讲话 去套出他的银行的号码 套出他的 不可能嘛 那套出银行号码 你们会把银行号码告诉人家吗 你会把 你会把 除非那美国人太天真了嘛 对不对 他说去套出他的 他的这个提款机的号码 你密码 你去套出他的什么生日 什么 我告诉你 套出生日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很无聊嘛 你套出提款机的密码 我就根本不太可能 当然除非你是诈骗集团 但是他为什么还要看呢 因为他有东西就可以学 我们才发现 原来有一些东西 我刺激我的一些想法 一些回应 没错 我以前就是被这句话 什么纠正别人呢 或怎么样 我以前就是被这些话所刺激的 然后我做什么回应 我以前就是怎么样 然后 然后 我为什么会回应 我为什么会 会 这个 讲出我一些 我不想讲的话 为什么我会做出一些 理性的情况下 我其实不会做的一些决策 为什么我会变得这样子 因为我受到影响 因为我担心 因为我对自己的能力 才能怀疑 因为怎么那么这样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你 煤气灯效应 你在环境里面 动作什么东西 受到我影响 那我既然知道这一招了 那我下次是不是就防着点 就类似这个概念 那所以可以学 挑着用 有一些语言可以用 但是呢 记得 他没有注意到文化差异 我觉得他讲的太多 都是 他的圈圈里面 在美国行得通 出了美国 大概只能行得通 50% 50% 60% 因为有些东西 我起码碰到我 我根本就不会讲 就类似这样 给大家做个补充 好 所以我们一个小时呢 我大概做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读书炸机的摘要呢 我就讲到这里 那我不晓得 那各位 各位 有看过书的同学 有没有拿几页 或者有什么comment 想出来给我们大家分享 有没有 那么 所以我看看 在这里面 我来看看大家 这个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特别的意见 有没有 好 如果刚刚我看 小美也提了一个 小美 你刚刚提的 我一下找不到 你是讲说 那个电影 是吧 喂 哈喽 我来看看 好 我没有提意见 我刚看你一个留言 是不是 一下闪掉了 我是这样子 那个霉气灯效应 是以前英国的大美女 对那个 那个包难 在现在 谈判的大群里面 我有多资讯呢 那个霉气灯效应的典故 就在那里 对 那个电影嘛 对 你就讲到那个电影 对啊 超好看的 就是把一个 好好的人逼疯 他做出了很多 离谱的行为 尴尬 那种荒谬的行为 不一样 他是离谱 我的声音清楚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好啊 我不知道我会发言 没关系 好 OK 谢谢 谢谢你今天的演讲 太棒了 我每次都会来听的